新北市的市民朋友有福乐 新北市政府和台北客运合作 新辟的965板桥到金瓜石的快速公车 一共是配置了12辆全新的高速巴士 要便利民众观光旅游 以及增进瑞芳地区的同勤同学的功能 我们久温一年有800万间制的观光客 说实在如果这个车子通车 对我们所有的旅客包括我们所有的乡亲 包括学生的通行还有通勤 刚才李董事长来讲 1280只要做7天就够没了 里面最重要的还有电视 最重要的还可以手机充电 从现在开始要到9份金瓜石旅游 可以说是更方便了 965号快速公车即日起正式上路 会从板桥辅中站发车后 行进台北市的万华西门地区 快速地抵达瑞芳九份金瓜石 单程的行车时间预估只要80分钟 大幅减少来往瑞芳地区的交通时间 有效增进观光以及通勤的功能 那么在965的公车上面 更备有免费的WiFi以及3C的充电座 同时更使用了双北1280月票来搭乘 大幅地增加民众搭乘的便利性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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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转的